音樂 我的媽 謠言止於智者 怪談大家來說 歡迎收看 我的媽 知怪壇協會 好 很多的華人到各地開墾 都是經由水陸 但是海象千變萬化 充滿危機 尤其是大陸到台灣中間 還有什麼黑水溝之類 如何平安到達目的地 要請神明 哪一個神明對海最了解 那肯定就是我們的媽祖娘娘了 所以不管在 只要在有海的地方 有漁民的地方 有華人的地方 幾乎都會有這位保護神 媽祖 今天要聊一聊 媽祖到底有些什麼樣的神機呢 怪壇先生 黑漸漫漫的奇怪 大家好 我就是千里怪 真奇怪 很開心又來到這裡 散播謠言 散播怪 大家都知道媽祖被尊稱為天后 但是你聽過她還有什麼其他稱號嗎 據說她還是衝浪高手 可以拯救在海上載夫載成的商人們 現在準備好讓我們一起進入 媽祖神明的世界吧 很可愛嗎 我今天 不要變那麼快好不好 氣氛 哥好不韻亮了 你又變很可愛了 好的 請問一下玉琳哥 這個媽祖的別稱很多 平安 好 你最近補他喔 平安… 媽祖的別稱很多 每一個名字都代表一個神機 是的 這此話怎講 這個媽祖在民間 擁有這麼廣泛的信仰呢 絕對是有原因的 媽祖呢 本名叫做林墨 或者是林墨娘 兩種名稱都有 請看戲說台灣 我請你來看這個的 媽祖距今很多年 他在西元差不多960年的時候 是 就是我們中國的這個 宋朝的建榮年間 建榮元年 對 那媽祖呢 從小就展露一個天賦異秉 他很會游泳 熟悉水性 是 更厲害的是呢 他能夠觀天象 能夠知道天文氣象這樣子 那大家知道喔 這個媽祖生在這個魅州島嘛 所以魅州媽祖 我們經常喔 台灣也跟他有交流 是 那魅州島呢 他是因為跟這個大陸 本體呢 本身有個一道小的海峽 是 那所以很多這個商船啊 漁船啊 經常那個颱風啊 遇難的時候 那媽祖都會去出手相救 剛剛我們怪談先生講了說 媽祖會從浪 確實 沉襲 襲就主襲的襲 沉襲渡海 沉著這個襲草襲呢 他能渡海 那這個草襲如果能渡海 姿勢是什麼呢 勢必一定是這樣子的嘛 所以 所以媽祖是史上第一位衝浪高手 媽祖就是這樣就可以過了 不是啊 不要這樣 好 那麼 媽祖的這個 顯靈的事蹟很多啦 傳說中他能那個 化草 草 草木的草 化草救草 草人的草 就是曾經有一次有一艘商船呢 因為撞到礁石 這個船艙破了一個大洞 眼見就要沉默了 那媽祖當時呢 就拔了腳下幾根草 丟進海裡面 說也奇怪 這些草呢 就化成一根一根的巨型的山木 是 山木結成一個山木的這種 我們看到這個 大型的這種竹牌就對了 那這個山木的竹牌呢 就飄飄飄到商船附近呢 就把商船給浮起來了 所以讓這個商船呢 這個幸免於奈 是 那媽祖有一個很著名的叫做 舊父尋兇 不是尋兇手 我找哥哥 舊父尋兇的故事 那時候呢 媽祖的爸爸跟哥哥呢 就下船北上 那遇到了狂風巨浪 那船呢 就眼見呢 在危急當中呢 眼見叫沉默了 那媽祖那時候在幹嘛呢 他在織布 他已經腦海裡面感應到這個畫面了 然後呢 就只見媽祖閉上眼睛 然後手扶著這個織布機 動也不動 這個時候媽媽經過想說 唉唷 他怎麼這樣 推他 媽媽一搖呢 把媽祖驚醒了 驚醒以後呢 那個織布機上有一個叫做縮 飛縮的縮 就掉到地上去了 那媽祖當場就淚流滿面 爸爸獲救了 哥哥死了 為什麼 那可能就是因為 他在握住這個織布機的時候 其實是在護住那一艘船 媽媽一推 對 結果就把他驚醒了嘛 所以讓他的那個靈 又回來了 果不其然 他跟著媽媽呢 駕著船 要去尋找這個哥哥的屍體 因為爸爸卻只是獲救了 在那個海面上 突然看到這個 這個水中的生物呢 一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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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集在一個地方 那其他的村民會怕嘛 他說 怎麼會這樣 那不要開過去好了 媽祖說 放心 沒事 因為媽祖知道 這是水神為了迎接他 然後叫水中生物來接他的 果不其然 這個水中生物看到媽祖來了 就整個就分開了 那海水也變青了 哥哥的屍體呢 就浮上來了 那媽祖剛剛講 他有不同的這種別號 媽祖最早的稱號叫做 飛直的飛 這個是明朝永樂年間 大家知道正河下西洋 是 正河為了宣揚這個明朝的 這個天國的這個得威呢 所以就下西洋去進行了這個 我們現在稱之為外交 那這個正河呢 正河的船在這個 南中國海的時候 也是遇難 也是狂風暴雨 然後呢 正在這個船呢 那個飄咬不定的時候呢 媽祖顯靈 從天而降 手上拉了一根纜繩 護住那艘船 那正河 哇塞 感覺到這個奇妙的神機 正河那時候就講哇塞 不是他講什麼 哇靠 喂 那麼正河回到那個明朝以後呢 回到中國以後呢 就向永樂皇帝禀報 那永樂皇帝呢 就赤封這個媽祖為這個天妃 那後來為什麼又叫做天后呢 就是到了康熙的時候 康熙的時候呢 媽祖一樣又再度顯靈了 大家別忘了 師郎率兵要來攻打台灣 那師郎經過魅州島 行進今天的這個烏丘附近的時候呢 一樣又是遇到颱風 狂風巨浪 那把這個船呢全部呢 因為這個戰船一定是幾百艘嘛 幾百艘的戰船呢 在黑夜當中全部走失了 黑夜當中被打散 對 被打散了 而且那個黑夜當中海跟天 你根本就分不清楚嘛 這個時候師郎突然看見海面上 怎麼浮起一盞一盞的燈 他說 怎麼會這樣 他就循著這盞燈呢 往燈的方向開 第二天早上 師郎當然也循著燈上岸了 那幾百艘戰船呢 一艘沒有掃 全部都循著那些燈呢 就靠岸了 那師郎下船以後就問居民說 奇怪 怎麼會有燈 你們這邊燈塔在哪裡 居民說我們這裡沒燈塔 媚洲島根本沒有燈塔 在那個時候 所以居民就告訴他說 這個一定是媽祖賢靈 所以師郎回到京城以後呢 向康熙皇帝禀報 康熙皇帝想說 該給他取一個什麼名字呢 天妃被永樂皇帝用掉了 比妃還要大的就是后 就取了一個天后 還有一個名字叫做天上聖武 這個是雍正皇帝幫他刺風的 因為他顯靈呢 去拯救了一個皇宮的一個大火 天妃天后都被用掉了 乾脆又加強了 變成天上聖武 郭老師 對 馬祖遭境的時候 突然停在信眾的面前 動不了 這個是以前我一個信徒 我的客戶 他是馬祖的信徒 他跟我講 他來找我之前呢 他運氣很差 身上什麼 該病的都病 五臟六股 什麼胃潰瘍 十二指腸 什麼樣 都很多的疾病 是 運途也很不好 做工作也都很不順利 常常換工作 後來人家跟他講 這個馬祖遭境的時候 你可以去參加遭境 可以改運 人家說軟腳腳會改運 然後第一年去的時候 就 那個馬祖的軟腳 他在走的時候 有很多人都躺在路中間 就是希望那個軟腳 從他的這個身上這樣經過 他就軟腳腳的意思 可是這個軟腳 當一直扛扛扛 那個教夫一直扛扛 扛到他的時候 突然停下 軟腳突然在民眾面前停下 到底怎麼回事 馬祖遭境時真的出現奇蹟 轟腳 剛鑽過去沒多久 手機響了 手機響了 一接起來 警察局打來說 這個什麼太太 你跟他 他那時候呢 他不是高興 他是冷靜 他是覺得說 真的有這麼冷啊 他就覺得說 這個軟腳呢 當一直扛扛扛的那個教夫 一直扛扛扛 扛到他的時候 突然停下來 停下來都不動了 要怎麼扛都 也扛不動就停下來 然後呢 其中裡面有一個 比較老經驗的那個教夫 就說 你趕快說 你趕快說 他嚇到 因為他怎麼 軟腳怎麼到 我就突然停下來 他也不知道 他說要說什麼 他說 你有什麼事情 要把媽祖救的 你要趕快說出來 然後他就跟他講 說他身體不好 希望可以幫他改運 事業不順 希望幫他改運 然後講完 第一年回來之後 覺得運勢好了 然後身體也慢慢康復了 然後第二年他又再去 他覺得有效 然後第二年他又再去 可是第二年他人太多了 他擠不到那個軟腳的位置 沒辦法 他跟他朋友 他朋友跟他講 不然我們到這個 媽祖到下一站休息的地方 是一間宮廟 我們在那邊等他好了 看可不可以去 等到他們 跑到那個休息站 那個休息的那個廟的時候 那個軟腳已經停下來了 但是他沒有放在地上 他是用像這種原版凳架起來 架起來 他說 媽祖的軟腳在那邊 他們就跑過去 他想說 媽祖軟腳這邊沒有人 是不是現在可以鑽 然後 當他一跟他朋友這樣講的時候 他抬頭一看 這個軟腳 比如說在這邊 再跟他講 這位信徒 你不是要軟腳 你趕快就跟他講 你要鑽這個 趕快趁現在 趕快趁現在 他就連續鑽了三次 因為沒有人 他們就鑽了一次 連續鑽了三次 回去運勢又更好了 賺了不少錢 到了第三年的時候 他 在跟著這個烙徑的時候 他到了有一間廟 他休息 因為他走好很多天 大概 他也沒辦法全程 大概走個三天兩夜 有一天他在休息的時候 這個 媽祖就跟他講 他說這位老信徒 這次 我沒辦法幫你逗三天 你可能要去找一個生死 才有辦法幫你處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家的祖墳出問題了 是 但是祖墳出問題 那個祖墳有問題的那個祖先 一定會回來找子孫幫忙 你如果不處理 他就會給你作亂 他說 這次我沒辦法來逗三天 你要去找生死 才有辦法 後來他就來找我 是 原來是找到你了 了解 然後 信眾啊 他們機車被偷偷 媽祖顯靈幫忙抓賊 一樣是這個媽祖烙徑 很多人要去鑽軟腳 那這個婦人呢 她是知道說 明天媽祖會經過我們雲林西羅 這個地方 所以已經約好三姑六婆 大家要去那邊軟腳 那她在 就是說要 隔一天要去拜媽祖之前 摩托車不見了 那機車不見了 那機車不見了 當然很厚嘛 那個 那機車不見了 騎不到一個月就不見了 就覺得說 要把這小偷抓到 那我們第一個想到什麼 你不可能去求神啊 當然 一定是去報警嘛 對不對 所以她就去派出所報警 就講說 我的摩托車呢 昨天停在哪裡 被偷了這樣子 然後呢 她的朋友也都跟她講說 你有當時要去報警 有時候車子也不見得找得回來 你不如就是去拜神好了 去求神好了 那時候呢 就是媽祖的軟腳 還沒到的時候呢 她先到他們家附近的一個 媽祖廟 那呢 那個時候她就去擲筊 她就跟這個媽祖講說 我摩托車不見了 如果我機車可以找回來的話 她就有許了個願 那是不是可以找回來 就擲筊 結果一次 兩次三次呢 連續三次都是許母筊 就是一鎮一板那種許母筊 然後她還抽了一個籤 那這個籤呢 一抽這個廟公跟她講說 哎呀 這是上上籤 媽祖說你的摩托車 明天 鸾轎經過雲林虛羅的時候呢 你車子就會找到了 是 那這個婦人心想說 怎麼可能啊 怎麼可能 對啊 真的嗎 但是呢 因為抽到這個籤 因為去拜了 那總是要一試 所以當呢 這個鸾轎經過這個 他們原定的路線的時候呢 這個婦人呢 她是 看到轎子要來 他們去排著一排 都這樣蹲在橋下 那就像郭老師講的這樣 橋一來 那個轎很軟 你就要講說 我是求什麼的嘛 我是用車子去找到這樣 你知道那個轎子 剛鑽過去沒多久 手機響了 手機響了 一接起來呢 警察局打來說 這個什麼太太 你的摩托車已經找到了 然後她那時候呢 她不是高興耶 她是愣住 她是覺得說 真的有這麼靈嗎 就也奇怪 承辦的這個員警呢 說她在 那個婦人去報警的 當天晚上 做了一個夢 她夢到一個呢 臉黑黑的 然後呢 就是前面有帶著一個 很像那個鳳冠有沒有 像媽祖上面那個鳳冠 出現在她面前 然後呢 比著一個早餐店的畫面 就比著一個早餐店的畫面 那這個警察醒了之後 她就發 她就想說 這個早餐店怎麼這麼面 這麼熟悉 對 這麼眼熟 後來呢 她去 要上班去派出所的時候 就 就是我們派出所附近的一個早餐店 這個婦人呢 她的摩托車就是在這個早餐店 她停在那個地方 要去買菜 被偷的 後來這個警方 警察就看到說 其實上面有一個監視器的畫面 調了監視器才發現說 喔 有看到一個男子 假設是趙哥好了 拍到趙哥 牽了這個摩托車 那就叫證據確鑿嘛 現在只差把這個人 人肉搜索出來對不對 就後來呢 這個婦人 這個警察就說了 記者去採訪她 她就講 第一個 除了她晚上做了那個夢 讓她去調監視器之外 第二個呢 就是說 這個喔 小偷是不請自來 我連抓都沒去抓她來 她來幹嘛呢 她到警察局來說 欸 警察大人 對不起喔 我皮夾掉了 聽說通知我來拿皮夾這樣子 那那個警方一看 唉唷 這個 這個人怎麼那麼滅熟啊 一調那個監視器 她就是那個小偷嘛 然後呢 就去問這個小偷說 誰打電話給你了 那小偷說 就是有個中年婦女 打電話給她 聲音聽起來呢 就是那種 很像那個正眼法師那種 讓那個警方覺得嘖嘖稱奇的是說 他們這個警局裡面呢 沒有半個女生 更遑論是一個中年婦女 沒有半個女生 那個小偷你很悶 領皮夾子 喔 好 靠起來 為什麼 靠起來啦 所以因為這個事情呢 就被這個媽祖顯靈的這個事蹟 就在 他顯靈的事蹟太多了 太多了 但這個就是說讓警方 讓這個車子被偷的歐巴桑 覺得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 是 接下來呢 媽祖在軍事行動裡面呢 也掺了一腳 顯神通為海上的情治人員 點燈照路 在1960年代 因為老蔣一直想要反攻 所以他到日本去訂了很多的商船 而且這些商船按照道理都是情報船 然後分成在福建廣東 浙江江蘇山東偷渡 那個時候有很多的計畫 叫做什麼 長城計畫啦 海威計畫啦 成功計畫啦等等 好 你知道發生一件什麼事 就有一艘日本船剛剛造好沒有多久 在半途上接到無線電報 接到無線電報 叫他們轉那個山東 我要派人到山東潛伏 你也知道情治單位 他們過去啊 只拜什麼關公 其他的神旗不拜 戰神嘛 對 戰神 除了戰神還要忠義 結果呢 去負責監照的呢 那個人說我覺得拜關公還不行 他想了個半天 他又去拜了媽祖 好 拜了媽祖他也信得非常虔誠 雖然那個情報船 他改裝成一個漁船 然後他在漁船的後艙一點的地方 這裡是駕駛艙 他在駕駛艙的後面一點 後艙這裡 他弄了一個小小的馬祖巷 然後這個馬祖巷 是從台灣請過去的分身 一路跟著他從台灣到日本 把船造好 然後跟著人員到山東 因為他本身是駕駛船隻的 那船上只有他們三個人 三個人的時候 那幾艘魚雷快艇就在圍捕他們 他們已經開出港 因為把人丟進去他們就要走 好 就三四艘在弄 結果他們講慘了 我的航速 根本 跑不過人家 跑不過魚雷快艇 航向 我連台圖都沒有 然後更要命的 他們已經聽到馬達聲了 通常聽到馬達聲的話 是船快要 快到了 快要追到了 對 結果你知道 突然一陣風 然後又是霧又下了一個毛毛雨 毛毛雨的時候 那剛剛好他聽馬達聲 越來越近 他說慘了慘了 我們要被那個 抓到 我們應該怎麼辦 那碰到了雨啊霧啊 又是風啊 結果奇蹟出現了 結果那個馬達聲他們距離想說 怎麼會越來越 本來越來越近 然後就是聲音慢慢慢慢慢慢 向那個退後 結果海上馬上起大霧 那海上起的大霧 它那個魚雷快艇的雷達 沒有辦法掃到他們 結果呢 他就突然看到一個黃光 黃光從那個空中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過來 就是灑過來的那個黃光 就好像一盞燈 因為他們不敢開燈 那開燈的話 在大海上 你馬上就會被發現 因為那也太亮了 結果就是一個黃光 就是一直指著他們 結果他就順著黃光 一直走走走走走 第二天天亮 你怎麼開到哪邊去 他從日本啊 從日本到山東半島 換句話說 他應該要從山東半島南下 結果他居南北上 那些魚雷快艇 大概也判斷 你應該是在南下 怪不得在起霧的時候 他聽的雷達聲越來越遠 結果魚雷快艇南下 結果他們居南北上 北上開到什麼地方 韓國的濟州島 韓國的濟州島 他們上岸 就看到有一個土地公的神奇裡面 好 結果他們看那個小廟你知道 這樣子一看過去 居然是馬祖 就是小馬祖 那到了最後他還是被俘虜了 被韓國人俘虜了 那韓國人就問 你一看以為是中國大陸來的 結果他們就把馬祖像給他們看 韓國人就說這些人信奉馬祖 信奉馬祖因為中國大陸是無神論 他們所有的神奇通通不幸的 所以他帶了馬祖 然後問清楚年級名字 然後一封電報排回台灣 結果台灣國防部給他答覆說 這些人都是我們的人 馬祖真的很偉大 接下來要問沈玉琳 玉琳哥 馬祖曾經空手接炮彈 是的 這個事情發生在哪裡呢 屏東的萬丹鄉 大家知道 這個二次大戰到了末期的時候 就是太平洋戰爭到了末期的時候 美軍不是密集轟炸台灣嗎 是 很多觀眾很奇怪說 美軍跟我們不是同盟的嗎 怎麼會一直炸台灣 是看台灣人不爽是不是啊 不 那是因為台灣當時是 由日本軍隊所占據的 美軍的攻擊對象 主要是針對日軍的部隊 當然在這個轟炸過程當中 難免會張極無辜嘛 對 所以台灣很多百姓 也在這些轟炸當中就死亡了 美軍的B-29轟炸機 沒日沒夜的狂轟濫炸 那這個時候呢就發生了很多這種 所謂的媽祖顯靈接炸彈的事件 那我講這個屏東萬丹鄉 有一個萬惠宮 萬惠宮呢當時呢這個 美軍俯衝轟炸的時候呢 那個炮彈跟雨水一樣 雨點一樣 直直落… 那就有… 你剛剛是講台語 滴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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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有居民呢 親眼目睹媽祖顯靈 用他的神角 踢開 淡如雨下的這些炸彈 啊… 為什麼要生機對你講的 對啊 因為我希望用表演 讓大家感受到那種感覺 是 所以呢 這個炸彈呢 就被這個媽祖呢 給踢開了 那又有一次呢 日軍又密集轟炸的時候呢 那顆炮彈奪離奇 那顆炮彈就直接要命中 這個萬惠宮了 所以有人 看到了 看到了媽祖呢 用手 我們一般只有 塗那個… 塗手奪白刃 是 他用 就接住了炸彈 當時那個有顆炸彈怎麼樣 你知道嗎 炸到萬惠宮 連穿透十一道牆壁 竟然 變啞彈了 衛爆彈 對 就變成衛爆彈 躺在那邊 躺在那邊沒事 是 然後呢 這空手接炸彈的傳聞 被傳開以後呢 過沒幾天 那個居民就說 哎呀 這個媽祖 那個神恩呢 令我們非常的感動 就去那個祭拜媽祖 一發現 哎唷 這個神尊本來好好的啊 可是赫然發現呢 他的拇指斷了一截 那食指也受傷 在請示媽祖說 為什麼會這樣 那媽祖呢就降刺 就告訴大家說 他在接炸彈的過程當中呢 不小心去傷到了他的手 那這個廟方呢 也曾經想要說 找師父呢 幫他把這個斷子 接回去 奇怪了這個師父呢 來了幾次 每次呢 黏上去沒多久就又斷了 沒多久就又斷了 請示媽祖 媽祖意思是說 沒關係 就這樣子吧 曾經有一個美軍的飛行員 在戰後呢 寫了回憶錄 他說當時在轟炸台灣上空的時候 奇怪 就看到一個美女 原來是媽祖化身美女 在空中接炸彈 這個飛行員下到那個飛機 差一點墜機 掉進那個高屏溪裡面去 所以是有這個事蹟的 好啦 現在我要出示我的證據了 講了那麼多 會不會是玉琳哥 你自己編出來的 各位 各位 好 這就是在萬彈宮現在 工人那個膜拜展示的這個 衛爆彈 當時這個我剛剛講 連穿十一道牆壁 竟然沒有爆炸的這個衛爆彈 然後媽祖的手 各位 這邊一個段子 到現在依然歷歷在目 是的 還真的有耶 對 是... 媽祖的聖像就金針 遇到大火 可是卻安然無恙 對 那這個是在日劇時代的時候 所以說那個時候在關渡一帶 就是盜賊 強盜 小偷 猖獗 那時候日本人管台灣 他就覺得說 這一些盜匪 結群 結黨的 除了他會搶民眾的東西 有一天一定也會反抗日本政府 所以他們就要抓這些盜賊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挨家挨戶的收 在關渡一帶 關渡平原一帶去收 然後反正收到你家 如果有大智一點的菜刀 他就說你就是誰這樣子 就是把你要嘛就抓走 要嘛就殺死 但是他找不到證據 女的就是搶爆他 把他搶爆 男的就是把他殺掉 搶他們家的東西 就是他行這個抓官兵盜匪之名 然後來行這個 反而是日本人 日本軍 再搶到這些居民 那這樣收查 後來查到一個宮廟 那個廟裡面就是拜媽祖 那查到這個宮廟就發現說 哇不得了了 這媽祖神像後面一堆刀 有長刀短刀各式各樣的刀 就是說這個廟絕對是盜賊聚集的地方 所以絕對不能讓它存在 這些日本阿兵哥 那時候長官下令說放火燒了這間廟 然後裡面的神像全部把它砍爛這樣子 那說也奇怪 在這些日本阿兵哥 他們拿那些刀啊槍啊 要去弄這個神像 裡面有兩尊媽祖像 就一個是大媽一個是二媽 那些日本阿兵哥 要去砍這個神像的時候 發現怎麼砍 神像就是砍不壞 最後就乾脆放把火把它燒了 是 燒完之後發現 我們也是有圖有證據 發現這個媽祖 他就只有全身變黑 完全沒有被燒毀喔 看到沒有 你看他的手 他的臉清清楚楚 然後呢 他不是被日本軍拿刀這樣砍嗎 身上沒有半點痕跡 那一天被放火燒廟的時間是 正月23號 然後呢 在那一天呢 在當地的居民聽說這件事之後 他們就發現 他們就認為媽祖顯靈了 媽祖 你看嘛 他沒有燒壞 金身沒有被燒壞 被刀被槍這樣砍這樣射 也沒事 所以他們就有人呢 就夜渡 夜渡官渡 跑到這個廟裡面 因為那時候日本軍都還住集在那個地方 潛入這個廟裡面呢 把媽祖的神像 大媽二媽 把他從這個廟偷出來 偷到他們自己的村子裡面去 然後到他們村子裡面去之後呢 說也奇怪 那些日本軍不是都在燒殺掠掠嗎 到了要到那個地方去的時候呢 突然那一天狂風暴雨 剛剛講船嘛 他是軍 他是有一些日本軍 在做這個要渡船到那個村落的時候 兵準啦 那些日本軍全部到死掉了 沒有攻擊到他們這個村落 所以那個村落呢 就足以倖免 所以他們就認為 這是媽祖顯靈保佑他們 於是乎呢 就是在每個月的1月23號的時候呢 當地的居民 他們就是會把媽祖 再公營回到這個關渡這個地方來 因為那還是他真的其身之所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一個很不可思議的 到底媽祖還有什麼令人驚嘆的傳奇呢 媽祖默默守護前線士兵 他的部署 在撤退的時候 突然背部被打到眼上 是 結果他耳朵的聲音 突然一陣很清脆的聲音跟他講 他說他每一當出任務的時候 都非常奇怪 連媽祖都會在旁邊 唉唷 我的嗎 有一些日本軍 在做這個要渡船到那個村落的時候 頂準啦 那些日本軍全部到死掉了 沒有攻擊到他們這個村落 所以那個村落呢 就足以信免 所以他們就認為 這是媽祖顯靈保佑他們 於是乎呢 就是在每個月的1月23號的時候呢 當地的居民 他們就是會把媽祖再公營回到這個關渡 這個地方來 因為那還是他真的其身之所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一個很不可思議的 那就是佩天公 佩天公呢 他是有300多年的歷史 在中部的佩天公 佩天公 這是原本的媽祖神像 他是這樣 也是黑面的 然後呢 大火一燒 哇 臉上的氣掉了 可是這個媽祖他是很特別 因為全台灣就這麼一尊 為什麼說他特別 除了他歷史 300多年的歷史之外呢 他在這個廟裡面的媽祖的今生 是一棵樹棵的 那這一棵樹 它就是連根呢 盤根錯覺在地面上 當時要蓋這個廟的時候呢 原本是要砍樹 但是呢 要砍這個樹的時候呢 就突然狂風暴雨 因為媽祖可能是 我覺得他是因為守護神嘛 守護海的 所以只要是不願意讓你做事 就狂風暴雨就對了 那個樹砍不掉 所以最後呢 當地居民拔杯 在300多年前啦 就說 原來媽祖選的這棵樹 當他的今生 所以就 就地拿那棵樹 刻成了這個媽祖的神像 是 所以那時候呢 這個佩天公只要有 這個 記者也曾經去採訪過 他就會為了要證明說 這一個媽祖神像 是樹刻出來的 那個 因為他旁邊都有圍起來嘛 打開讓你看 果然呢 這個媽祖神像下面 都是盤根錯節的樹枝 所以他又有一個封號 叫做活媽祖 因為那個樹 它是還活著 並沒有死 這個樹呢 感覺因為樹如果死掉了 跟還活著 那個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有沒有葉啊 它的那個根是不是乾還是濕了 那個判斷得出來 所以呢 它有一個封號叫做活媽祖 另外還有一個封號叫做 不動媽祖 不會動嘛 因為他沒辦法搬嘛 搬不動嘛 不動媽祖 那就是在呢 去年就曾經佩天公發生大火 在半夜的時候 大家就想說完蛋了 因為那個媽祖是木頭刻的嘛 那木最怕什麼 最怕火嘛 燒了還得了啊 就沒有想到大火過後呢 你看 它沒有被燒毀耶 有沒有 這珠珠都燒掉了對不對 但是你看它手的形狀 它的臉都還在 重點是 那一顆喔 被說是 人家都說千年了啦 但是就蓋這個 蓋好這個面子三百年嘛 至少這個樹有三百年的歷史 媽祖沒事 老樹還活著 所以當地居民認為說 這絕對是媽祖先 要不然怎麼可能木頭不怕火 對啊 好的 非常開心 我們可以再度邀請到我們唱歌走音 然後呢 又很想毆打他的 怪談先生 真奇怪先生 請出列 真奇怪 真奇怪 怪談卸會每天給你慢慢的奇怪 大家好 我就是最性感的真奇怪先生 在... 那個真的很燙 那個真的很燙 他還在幫你打鼓 你要盡快 在二嗨二中 有一對夫妻一盤 一盒蔬菜 現底回家以後 打開竟然發現裡面有 耶穌森林的聖像 但是我們台灣怎麼能夠輸人家呢 在南部 某間供奉媽祖的香火裡 被發現一根香 他燒完了以後 竟然呈現媽祖的髮像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一起來看照片吧 你看這張照片 這個香燒完之後呢 畫成一個這樣的一個髮像 這個就不得不相信 這個... 郭師傅 這個是顯靈香灰囉 對 玄機 其實這個也不是真的顯靈 因為這個喔 這個是有玄機在裡面的 是 這個香呢 是很粗的一根香 但是它做兩層 外面這一層的香灰呢 比較輕 燃燒完之後它會剝落 是 裡面這一層的這個 比較扎實 對 比較扎實 它燒完了之後呢 它的那個香灰會凝固 它不會剝落 所以你一... 你還沒燒之前是一個圓的 可是燒了之後裡面會有 媽祖啊 官公啊 土地公啊 露財神啊 是... 這個是... 拜現在的科技所知的 所以智香的那個技術 越來越高 是 郭阿哥 收集琴師被槍擊 媽祖出聲音啊 對 如果各位去 軍門看 它有一間小 非常小的廟 容納了差不多 三四十個人的遺像 那正宗供奉的 居然不是他們講的關顧 是 聖媽祖 這件故事也是發生在金門 跟廈門還有同安之間的一段 非常悲慘的故事 就是有一次我們的海龍隊 因為要得到相關的情資 所謂相關情資是 那個時候中國大陸好像調了兩個軍的部隊 從那個櫻夏縣已經進入到了福建 那 蔣介石就命令他們說 你最好去探聽一下 說他們需要怎麼樣 那個時候那個劉大隊長 劉大隊長呢 他就說好 他就帶了他的助手去 他的助手呢 那個時候 是 是性官公性的 非常的虔誠 是 那劉大隊長是帶著他 帶著他他們上岸的時候 上岸的時候都很順利 可是到了一個地方 他遭受到一個伏擊 是 他就遭受到伏擊 那伏擊的時候 他的部署在撤退的時候 突然背部被打中兩槍 是 背部打中兩槍是非常痛 那那個時候呢 他心裡就在想 我如果帶他一道走的話 我們兩個都被俘虜 對 可是我丟下他 他又是我徒弟 我餘心不忍 那究竟怎麼辦 結果他耳朵的聲音 突然一陣很清脆的聲音跟他講 帶他走 他說 帶他往什麼地方走 就是類似於說 帶他往西邊走 是 就指引方向 對 指引方向 他就覺得非常的奇怪 各位曉得 這個是金門 這個是廈門 同安是在這裡 他們從這個地方走的話 是東向西 那回來的話是西向東 應該要走反方向 然後就是一直在那邊爭取 掙扎 掙扎到了最後 他的同伴 這個地方背部中槍 背部中槍 因為他們海龍隊都是穿那個 穿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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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三角短褲 對 不是 不是女孩子穿的那種 對 我講 講話 哥 在座沒有人會想 因為 會想到說 是女生穿的那一套 只有你會想嗎 只有你會想嗎 你會想嗎 為什麼你要特別想掉 因為你 我就知道那女生 為什麼要想掉 各位 各位可以正經講一下 此次的故事嗎 你記得我們開車正經點 好啦 好 他往西邊走 他想不對 他說既然這個地方 中國大陸是有重兵部署的話 他是不是死路一條 當他是掙扎的時候 第二句話又來了 是 結果他就走走走 結果 突然穿出 重重 重重包圍以後 到了岸邊 到了海邊 到了海邊 他一看 他們的 他們沉過來的那個 竹筏載具 是等於是在北邊 那他們是在這個地方 他說我還要走那個 走到那個地方 結果馬祖跟他講 講了一句什麼樣的話 上 上破的竹筏 然後 他上了破的竹筏 剛剛好 機槍過來 機槍過來 他就覺得不對 就把竹筏這樣翻過來 翻過來你要知道 他說這是馬祖救了他 他一輩子都感恩 他說因為機槍掃射的時候 他的朋友那個背部 不是已經中彈 一定會叫 對 一定會叫 會痛的叫 但是呢 你把他翻過來 他就抓著木筏 然後一隻手弄著他的 勾著他 勾著他 因為你海水不斷的浸泡 那很痛 雖然痛 可是人痛到最後會知覺失去 然後他也沒有掙扎 就是這樣子 大概是痛得已經是 是失去知覺 他又牽著這樣子 然後抓著竹筏 結果慢慢飄飄飄 飄到了金門 馬祖又來救了 他又獲救了 對 他就是那個獲救 但是他也講 他說他每一當出任務的時候 都非常奇怪 連馬祖都會在旁邊跟他講 所以他一生出了將近 一百八十多次的任務 沒有一次被逮到 那他周邊他訓練的學生 不知道死了多少 只有他一個 現在他還住在台中 我們還有一個北港朝天宮 也是非常有名的 他裡面有一個孝子丁 是馬祖神機的最佳正名 康熙年間呢 有一位這個蕭姓的男子 跟著這個媽媽 從這個大陸的泉州呢 渡海要來台灣找他的爸爸 爸爸在台灣經商嘛 那個船呢 越過黑水溝的時候呢 狂風暴雨巨浪排空 所以整個船呢就翻覆了 那這一翻覆以後呢 這個蕭姓男子呢 跟他的媽媽就分開了 那蕭姓男子呢 就算是也好狗運 然後就在被浪呢 載浮載人飄飄飄飄 就飄上岸了 那上岸以後呢 憂心重重 媽媽妳在哪裡 那怎麼樣找得到媽媽 當時交通不便 台灣雖然不大 可是你光用走路的方式 要去哪裡找呢 就走著... 抬頭一看 來到了這個北港 著名的這個朝天宮 是 媽祖廟 當時的北港叫做笨港 那政府撥錢來台以後 覺得笨港實在太難聽了 就改名叫做北港 北港呢 這個朝天宮 他就進到這個宮裡面呢 向媽祖潛心的祈求 正在祈求的時候呢 低頭一看 地上有一根很粗的鐵釘 當下跟媽祖 跟他...跟他虔誠的 祈求說什麼呢 把我的媽媽找回來 如果我能找到我的媽媽的話呢 我把這個鐵釘呢 釘在這個花崗岩上面 各位 鐵釘徒手要 打在木材裡面 都不可能的事情呢 如何能夠打在花崗岩上面 一說完了當下呢 不由分說 抄起了鐵釘握緊的拳頭 鐵釘硬生鑽入堅硬的花崗岩裡面 然後再三跟媽祖祈求拜託 有沒有流血啊 不可考 因為當時我沒有在現場 你現在是講那個 北港曹天公媽祖的 還是講北港六十四 六十四 那幹嘛就是 還是他們有觀念 還是吻公散那個不一樣 吻公散那個不一樣 沒有 就是消信男子 那個笑感動天 就把鐵釘呢 打進那個花崗岩裡面 好啦 各位 好 我先講後面的結局 再給大家看證據 我忍住 我都是會在最後出示證據 嚇死你們 讓你們 他這個鐵釘打破花崗岩的事件以後呢 這個整個北港呢 為之轟動 說唉唷 這個大笑子 哇賽 為了找到媽媽 竟然做出這樣的一個事情 而且說得很奇怪 鐵釘竟然能夠直挺挺的 就打進花崗岩裡面 那村民爭相走告 那大家就一直盡量幫忙說 打聽媽媽的這個下落這樣子 黃天不負苦心人 不負… 這個消信男子呢 就在現在雲林的賣寮 找到了媽媽 媽媽在幫人家幫庸 原來媽媽也是被讓打上岸以後呢 走投無路 終於找到一戶好心人家 願意收留他 在賣寮找到媽媽還不稀奇 竟然又在鹿港找到了 爸爸 爸爸媽媽雙孝合一 就一起找到了 好 所以這是有名孝子丁 那大家說 唉唷 誰知道 孝子丁在哪裡 各位 孝子丁 孝感動天的孝子丁 即將現身 千萬別錯過 唉唷 我的嗎 這個消信男子呢 就在現在雲林的賣寮 找到了媽媽 原來媽媽也是被讓打上岸以後呢 走投無路 終於找到一戶好心人家 願意收留他 在賣寮找到媽媽還不稀奇 爸爸媽媽雙孝合一 就一起找到了 好 那所以這是有名孝子丁 那大家說 唉唷 誰知道 孝子丁在哪裡 各位 孝子丁 我們的前總統 蔣經果先生 也去參觀過 不只他參觀過 我們的現任總統 馬英九 也去參觀過 好啦 你們說 唉唷 丁子在哪裡啊 拍得那麼浪 該不會沒丁子吧 各位 丁子就在這裡 現在這個 這個丁子呢 在那個北港草田宮的觀音店 好的十街上面 各位 現在去看 Right now just do it 丁子還在現場 其實喔 在那個做漁民的 他們這個漁業界 是 其實還有更多的故事 對 在海面上被救回來的 漁業航運 對 就是海面上航行這些 這些打 就是淘海的人啊 淘海人界 其實還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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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啦 我們一直舉了一些比較 比較我們現在稍微知道的 對 其實還有很多故事 我們以後再慢慢告訴你 今天我們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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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